佛法里头 最低限度 将证国 你要证一个小小国 小小国就是徐德文 那真的把五种建核放下了 身建边建 建渠戒渠 邪建 佛告诉我们 六种神通 是自性于头本有的 不是外出来的 因为 我们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之处 六种神通都不见了 那他被见死烦恼障碍了 那么现在小乘 死烦恼没断 见烦恼断了 徐德文断了见烦恼 本能有两样东西恢复 天爷天儿 别人看不到东西 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佛菩萨 你能看到天人 你能看到鬼神 天儿童 现现了 那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你能听得到 你能听到 六道里面 所有众生的印象 那天人 这时候 鬼神 这时候 畜生 这时候 你都能听见 那么功夫 再往上升 断死后 就是错误的想法 要放下 你真的二国了 二国 有天儿 天爷 加了两样 有踏心 有宿命 踏心是 别人心里想什么 你知道 那 宿命通 是知道过去 一诗 二诗 三诗 四诗 甚至于 几十诗 你都知道 阿罗汉的宿命通 能知道五百诗 那我们下得 二诗 三诗 可以知道 几十诗 甚至一百多诗 随着你修正的功夫 在这些四项上 都显示出来了 三国圣人 阿罗汉 神族同现情 这就方便 运行 不要交通工具 心里面 想什么地方 你就已经到达了 神族同 能够变化 能够分身 有这个能力 正的阿罗汉 这四项 见死烦恼 统统断掉了 这个时候 这才叫 正知正见 他的看法没错 他的想法也没错 二 可以相信 他跟自信 相应 并没有积显 并没有修正 并没有间歇